Hello 現在我們在Hobon附近 之前上一段影片 我拍到Amazon Fresh Supermarket買東西 即是無人超市 在沿路去Amazon Fresh的時候 我們就經過一間日本人燒烤 它聲稱是日式的燒烤 但我們看過它的菜單 是有韓式的東西 有燒肉 也有石頭 我煩了一些韓式的東西 其實在倫敦我沒吃過任何倫敦的韓燒 其實在香港我都吃得比較少 但不知為何來到這裡就覺得 韓燒很新鮮 想試一下 總之今天又去上次Amazon Fresh那條路 那就試一下韓燒 這間韓燒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牛可以選擇 如果煮牛吃牛的話 有很多套餐可以選擇 除了牛之外 其他的肉類還有豬 羊 雞 還有各類的海鮮 但是選擇就明顯少一點 菜都是有基本的幾種 有些雜菜拼盤或者蘑菇拼盤 或者自己散叫也可以 除了生的材料 給韓燒之外 還有很多款韓式日式的飯 還有小食 木魚片 還有I.O.的小食就是章魚燒 能不能吃章魚燒 好吃嗎 真的像章魚燒嗎 真的像章魚燒嗎 熱不熱 好吃 香港現在很多街頭流行的 街頭店都買很多出色的章魚燒 甚至Sogo那間 Sogo樓下有魚燒 雕魚燒那間 他都不是那些質素 他是不指不扣的 章魚質素 他是沒有燒汁的 他只有沙律醬 而且他的東西是硬的 是炸的 我們再看一次那個章魚燒 你再看一次那個章魚燒 他是炸的 他炸到完全沒有燒汁 沒有燒汁有沙律醬 但是炸得脆薄薄的 所以就不是那種軟軟軟的 煙煙韌韌的皮 裡面有很多粒章魚 很難怪我完全沒有留意 是沒有章魚的章魚燒 我三個吃完整個都沒有章魚 放題曲道應該更好吃 如果你吃牛的話 那就是很多選擇的牛 但是因為我們都不吃牛 所以我們就是點了豬 他點了羊 他點了豬羊 我也不太吃了 那我們就點了雞 魷魚 還有點菜 這個就是醬汁 醬汁是供應的 本身就有兩支醬汁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去 吃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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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一下雞 好味 雞的味道很好 它是燒汁的味道 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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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味道的 原來煮得好吃 還有蜜糖燒雞 魷魚應該煮熟了 捲起來 吃吧 拿回去煮 好味道 哇哇哇哇 還要煮軟 稍微燒一下 因為太油了 突然那裡是沒有火 很怕 現在不能有任何身體受傷 會增加NHS的風險 如果進入NHS的話 除了增加NHS的負擔之外 還會增加你身體負擔 聽過不少個案子 自己進入了醫院 本來不是肺炎進入醫院 例如扭傷手 弄傷腳 進入醫院 進入了肺炎 然後出了試驗 離開了 說NHS 說Live 他現在搞肺炎 搞了一鑊車 他已經很頭疼 但不可以出任何事 千萬不要頭暈身 大家 這段期間 吃東西小心點 煮熟點 切東西的時候 小心點 不要切傷手 什麼料啊 你去養救 他會弄到這樣 這個就是光芒 KOMEN 真的不錯啊 好吃 他沒有什麼調味 鹹鹹的 味道沒有麵糞醬 好吃 下杯Carol Pico 魚酸 我現在吃完韓燒 我覺得韓燒也不錯 它真的是一個韓燒 但有其他日本食物 也有韓國食物 我覺得不好吃它的小菜 不是燒烤的菜 我覺得可以散掉它 例如吃中華沙律 海草 我吃的章魚燒是不好吃 比放題類似的 但其他菜式的質素很好 醃得很好吃 其實環境尚算是寬闊的 通風系統都可以 但不要說完全沒有味道 都有味道 但可以接受的程度 無論如何就是這樣 現在吃完 我覺得倫敦的市中 我們兩人吃了六十多磅 六十一磅 我們兩人吃了六十一磅 那都… 三十多磅 每人人工消費大約三十多磅 三十磅 我都可以接受的 在倫敦的市中心去吃韓燒 那麼特別 所以大家就不是任吃 但我也是推介的 我下次也會再去吃 那HAPPY HOUR 就更划算 Anyway 我今天的倫敦寒燒之旅就是這樣 喜歡這條影片的人 就快點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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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以後有新影片 你會第一時間知道 追蹤我的IG 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新鮮結婚 我們到處 Ro с2 我們到處理吧 如果市場裡面 我們到處理吧 我們到處理一下